你家这几辈子修来的福分 知道吗 我家娘子可和当朝大 王妃是同乡 得罪东海王妃的后果 你知道吗 救救你放了我的孩子吧 阿娘 她还小做不了事 阿娘 阿娘救我 住手 曹小伟 救救你救救我的孩子 你是什么人 居然敢当街挑衅 你知道我家娘子是谁吗 区区楼以罢了 也敢当街时期叫嚣 我不知道你家娘子是谁 但我告诉你的 此乃洛阳 非你东海蛮荒 什么 给我上 我来晚了 你没事吧 做什么呢 都罢手 曹原主 怎么又是你 这已经是你此月第三次在我地盘滋事了 原来是曹原主 失敬失敬 东魏都是误会 误会 告辞 曹原主 曹祖宗 你究竟是与我有何怨何仇 我每日费尽气力才得以勉强维持安宁 你倒好 今日不是成州郎君叫场现役吗 怎会演变至此 你若赢得五儿履 荣华富贵享之不尽 但若你败下阵来 那就勿怪我儿出手太重 暴龙 吕将军武功盖世 天下谁人不知 王妃是一弱智郎君 与将军比武 未免也太小瞧将军了吧 曹某愿意待劳 校尉是要徒手而战 何必为难吕 将军不必客气 请吧 小魏 学姐 将军勇武 校尉才是 身藏不漏 爱情校尉不要介意 若不出手 今日死的就是我 将军言重 如今谁敢动将军分毫啊 哎呀 没想到曹元主 也是英勇善战之武将 应该多多为朝廷效力 借着今日 就身曹元主为萧綦校尉 为我分忧解难 各位意下如何呀 王妃明见 在场诸位皆知 我曹家三代效力于朝廷 终于我禁过 从无二心 今日王妃好意给我机会 报告 经过了这几个月 孟德渐渐明白 武力治天下的重要性 我等幸运 在朝为官 能为天下百姓发言 为有能之人 就应该为天下人抛头颅 撒热血 在我看来 孟德的想法 是否过于天真的些 此话怎讲 单单想着为百姓发言 而征天下 自己却丝毫没有成就 罢业之行 在我看来 只是伪善和自我满足 只有对功臣略地有欲望 对掌控天下有野心 才是正确的收服乱世之道 文台这样想 和那董卓又有何区别 董卓虽然为了一己私欲 收了天下 却不知道 更从未想过 怎么引导天下人 只有把你的百姓 都领导得像你一样 有征服欲 促使百姓 更有欲望生活劳作 或是积极投入战场 报效朝廷 而你自己 又有绝对的武力 驾临于天下人之上 才能迎来 真正的太平顺势 可是当人人 都有所谓的天下之心 那天下 岂不大乱 有天下之心 并不代表 有乱天下之心 而是人人都有 为天下付出之心 那按文台所言 现天下乱世 要达到这样的时代 谈何容易 前有何匽 今有董卓 除了董卓 自然可会一时正气 可如何保证 不会有第二个 第三个董卓再出现 孟德看得也太不长远了 自己完全做不到 就留给自己的子孙殿事 而今日你我在此做的事 不就是为了为这样一个时代 奠基吗 但如果你连引导之心都没有 你未知知道 把解救天下重担 我自己一人身上来 只想着 我要拯救天下苍生 那你的成功 只是在你一世 你永远都不能看到 真正的太平盛世 那你有想过 那些为了帮你成就罢业 而为你牺牲的人吗 这些人追随我 本就是同意我的志士理念 才会不惜牺牲生命 也要帮我达成夙愿 也是为了其心中之道 而自我牺牲 所以死得其所 若为了大道 连一个殉道者 都没有的领袖 那非人道 而是神道 只有神道 才会为了天下牺牲自己 最后自己什么都不留下 如果孟德 想修仙成佛 我不打算拦你 神明可以自身之殉道 来成功引导自己的信者 孟德 你觉得自己可以做到吗 不是你愿不愿做 而是你做不做得到 所以乱世不需要正义 需要的是